疫情嚴峻 加上市場預期 美國會加息 拖累二手樓的表現 二手樓價有回落 跟隨著銀行股價有下調 不過正正因為淡市 有中小型銀行為搶攻按揭市場 增加按揭現金回陣以吸引客戶 到底現時是否一個轉廊的好時機 翻查過去幾年的銀行做法 大部份銀行在年初都會推出短閘的按揭優惠 以搶佔、市佔和業績 如果真的有心做轉廊的人士 每年的年初的確是相對比較好的時機 近日有一間中小型銀行 增加按揭現金回陣到貸款額的1.6% 比年底時銀行最高的現金回陣1.5%更高 亦是短短三個月內 再有銀行增加按揭現金回陣 不過要衡量按揭產品是否這麼吸引的時候 其實除了現金回陣之外 亦要留意銀行其他條款細則 例如有沒有設有所識上限 還有有沒有附送高息存款掛戶等等 才可以知道計劃是否真的這麼順利 還是名稱暗洩 舉例來說有一間高現金回陣的銀行 選用H按揭現金回陣的時候 可以做到H加1.3% 不過沒有設有所識上限 即是說如果將來一個月的銀行同業刷息 突然急升高於1.2%的時候 到時實際息率 比普遍有所識上限的銀行2.5%更高 換言之客人的供款 就會多於有所識上限的銀行 另外亦有一間高回陣的銀行 但沒有附送高息存款掛戶戶口給客人 所以客人選擇的時候 其實都要視乎自己流動資金多與少 才知道高息存款掛戶戶口是否這麼重要 高息存款掛戶戶口的息口 其實跟客人的按揭息量看齊 換言之客人如果有充裕的流動資金 放在戶口裡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對衡 將來加息的時候的一個好的方法 最後亦有部分的銀行 近日都會推出一些綠色按揭計劃 如果客人本身的物業符合到綠色按揭計劃的資格 還會有額外的現金回陣 不過以上種種的優惠 銀行通常用一些快閃優惠的形式推出 不會在網上的牌架看得到 如果真的有心去做轉浪或者套現的人士 最好找專業人士去協助 拿到最新和最齊備的轉浪產品 幫他們協助去計算優惠當中涉及的風險成本 好看喔